有什么疑问 用武器是很不同的 用的 真的,Nigger? What the f-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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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早知道 草点少不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尼古拉斯翠莲 欢迎收看游戏日报 又到了新一周 这次给他会登上周榜吗 还是快来看看上周的steam畅销榜吧 在上周四推出的文明六的新机票 新机缘夺得了周榜的冠军 包含在机票内的首个DLC 玛雅与大哥伦比亚包也同时推出 更新了两个新文明 以及相对应的两个新领袖的内容 目前该机票用户评价为褒贬不一 差评大多反映了新机票不像以往DLC一样 支持Mac以及Linux操作系统的问题 希望官方能在近期做出改善吧 为庆祝巫师三五周岁 上周波兰纯绿在各平台开启了巫师系列的折扣 而包含了巫师三各DLC的巫师三狂烈年度版 再次凭借着平时第三者又会杀回榜单 取得了周榜亚军 另外上周CD Project的市值也正式超过了玉璧 成为了欧洲最大的游戏公司 不得不说 真有你的不懒蠢率 而刚刚免费推出了最后一个大型更新的 泰拉瑞亚也接近了前三 夺得了季军 不知不觉在11年发售的泰拉瑞亚 已经走过了9个年头 在这9年间 泰拉瑞亚凭借着独特的画风和玩法 以及官方的持续更新获得了无数玩家的青睐 如今游戏终于用最完整的形态和玩家们见面了 全面战争战锤2上周推出的全新DLC The Vorden The Punch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位列周榜第五 这次的DLC包含了两位新传奇领主绿皮阵营的咕噜 以及高等精灵艾萨良 以及许多新的作战单位 绿皮的哇机智也得到了重置 目前DLC特别好评中 游戏的粉丝不要错过哟 新上架的Rugelike卡牌游戏 怪物火车表现亮眼 上周一发售便取得了周榜的第八名 和其他的Rugelike卡牌游戏不同的是 怪物火车中加入了类似塔房的机制 敌人会不断地向搭载着新火的车厢前进 玩家需要在途中部署各种怪物 保卫新火不受攻击 游戏目前正处于首发八折优惠中 喜欢这类游戏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下 而荒野大标客救手2 以及其豪华版和辐射76 都凭借着平时D的优惠 分别威猎周榜第四第七和第九 而最近推出了正式版的第一人称挖掘探险游戏 深沿银河也取得了第六名的佳纪 两周前推出了光环二周年版更新的光环士官长合集 依旧坚挺 威猎周榜第十名 再经历了epic白嫖给他爱 这周那个游戏果然是没有上榜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仍然没有入库的给他爱玩家 会让他重回周榜呢 说完steam周榜再来看看NS的消息吧 香港人天堂今天公布了 《勇气漠视录2》的中文介绍视频 视频中可以看到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主人公薛福 他将和因为丢失的水晶而聚集在一起的三名伙伴 为了各自的目的一同踏上旅途 视频还介绍了战斗系统 在面对敌人时 玩家需要合理利用坚守和奋勇 积累或消耗战斗点数来进行战斗 通过敌人掉落的模式 角色还可以进行各种职业的自由组合 搭配各种不同的套路玩法 《勇气漠视录2》将在年内推出 目前游戏的试玩版也已上线NS并支持中文 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去试试呀 PlayStation中国今天宣布 国产2D横版设计游戏硬核机甲 将在6月1号登陆国航PS4 游戏内含一套独占的中国之星特别皮肤 以及人物和机甲的追加内容 售价129元 而国航PS商店目前仍然处于暂停服务的状态 玩家可以尝试通过其他的官方渠道 对游戏进行购买 硬核机甲已在去年登陆PS4和PC平台 并获得了PS Award 2019独立游戏大奖 游戏拥有三个模式 在战役模式中 玩家将领略到原汁原味的机甲战斗剧情 在模拟战中可以解锁和收集各种机甲和装备 用来对付无穷无尽的敌人 游戏甚至还拥有连击对战模式 让玩家享受最热血的机器人对决 除了硬核的战斗 游戏中还有非常多的经典萝卜梗和致敬 如果你是一名硬核萝卜迷 那么硬核机甲应该会很对你的胃口 另外PS中国将在6月1号 开启玩游世界夏日潮玩大醋活动 很多硬件和游戏都进行了优惠 其中国行PS4 Pro硬核机甲套装 现已开启预售 包含一台黑色ETB PS4 Pro 国行主机和硬核机甲游戏软件一张 优惠价2599 5月31号前架构还有额外的惊喜哟 据人民日报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呼吁建立网络游戏分级制度 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 实行未成年人登陆网游时段 时常监管分级 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朱永新指出 据统计 60.8%的少年儿童 平均每天使用网络时间超过30分钟 因为网络游戏时间不限 内容分级不细等原因 60%以上的未成年网游玩家势力下降 30%以上的未成年人 在网游中接触到了暴力 赌博色情等违法不良信息 朱永新建议 从网络游戏类别 认证时常充值方面 建立网络游戏强制分级制度 并由相关的政府部门审核监管 双RPG 我的世界地下城将在明天发售 并登陆PC Windows商店 Xbox One PS4以及NS平台 我的世界地下城继承了 我的世界像素方块风格 玩法上却采用了类似 暗黑破坏神的地下城刷刷机制 玩家需要选择自己的职业独自面对 或者和最多三名同伴一起勇闯地牢 游戏看上去不错 可是保密工作似乎做的不大好 之前就有视频爆料出 我的世界地下城将会有一个 知情暗黑2奶牛官的彩蛋隐藏关卡 而就在游戏将要发售之际 又有玩家爆料出游戏的两个DLC 诡异寒冬和苏醒丛林的截图 看图片挺像那么回事的 但是真假未知 还是让我们老老实实的等上市后的表现吧 近日刺客信条英灵店的创意总监 Arara在一段视频中介绍了 游戏中将出现的维京RAP对战 并且她表示 维京人的RAP battle是有历史可考的 就连北欧神话中的雷神托尔 也是被奥丁的说唱给毁灭的 在游戏中 主角艾瓦尔可能会因为各种理由被人挑衅 而艾瓦尔需要用RAP回嘴 并在各种选项中选一个 最恰当最对得上节奏的毒蛇选项进行回应 没想到呀一身腱子肉的维京人 也会耍嘴皮子上RAP 也不知道等到了游戏发射后 各位严格的玩家们觉得维京freestyle行不行呢 看这个面他有长有款 就像这个碗他有达有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开张啦 微信搜索并关注游戏动力的公众号即可关注 这里有最新的游戏资讯 最萌的游戏妹子 周周都送奖品 求求大家老关注一下吧